Hello 大家有沒有印象 其實美國的太空總署 總共登陸過月球幾多次呢? 我就是記得 只是登陸過一次 那麼多 當時有一些 傳聞就說 他們去到月球見到 外星人 所以他們永遠都不敢再回去 那麼當然啦 現在那些是抹光了 那麼因為 現在的新現實 是他們總共有發展到 去阿波羅11號的 那麼總共登陸了六次 那麼這一個就是 1號的 太空 那隻車仔 即是月球表面走來走去的 那麼不知為何爛了 我找到這張圖片 就是這樣說 那麼這個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Armstrong呢? 那他就是第一個登陸在月球 插了美國旗的太空人 維基百科就說 總共有六個missions 就是去登陸月球的 第一個就是 我都未出生之前 就是1969年的 7月11號 那 Nell Armstrong 就是成為第一個 在月球上面走的人 那他那次最出名 就是留下了那些 腳印在上面 在月球上面的 那其後呢 就綠綠綠綠綠綠 現在的新現實 就說 他們總共登陸六個六次 那我真的不記得 他又去了六次那麼多 因為我出生之後 就已經沒有聽過 月亮在 即是在有 在有太空 登月計劃的 因為那時候 我很小時候 那些人已經跟我說 哎呀 你出生之前 人家登月了 那 但是呢 我整個童年 都沒有聽過 有月球再登月 因為這麼大件事呢 就全球直播啊 還有呢 就 覺得人類很厲害 衝出了這個大氣層 但是這麼大的狀舉呢 沒有理由 即是我沒有聽過 那他這個當時呢 都有聽過 一些人有 即是曼德拉效應之前呢 有去說過 當時是用什麼科技的電腦呢 來做導航呢 就帶領這個 登月計劃的 那他們用的 那個型號呢 可能是不及我們 現在手機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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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呢 就是不及他們 十分一的了 連我們的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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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都 比他更厲害的 那你想一下那個年代是幾時 是很久之前的 那跟著呢 就說 最後一次呢 就是登月呢 喔 就是 72年的12月 我真的聽都沒聽過 這件事喔 原來在72年 在這個69年至72年間呢 總共是有17個MISSIONS 但是 NASA SAPOLO 17 MISSION 嗯 這樣可能是 不知道為什麼 那它是 說 即是有很多理由 可能中間有很多隻 Apollo是爆炸了 是沒有完成那個 試驗 所以是可能 去發展到 Apollo 17 17號 而不是 17th MISSION 所以不是第17個MISSION 但是總共登月過6次喔 那連我的同事呢 他一個2000後 他都沒聽過 有登月6次那麼多喔 他只是記得登月過一次喔 那這個呢 就真的需要大家去 去回想一下 你究竟覺得登月了多少次呢 那這個 慢燈效應呢 就完啦 那希望你喜歡這個video 可以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channel 多謝